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欣 我是季琦 沒錯 就跟影片看到一樣 我的肋骨斷的一三個肋骨 肋骨這麼高喔 那是奶耶 可是從這裡啊 都這樣黏著 真的喔 肋骨 我以為是這裡 就是胸部以下才是肋骨耶 肋骨很多根啊 大家看到這邊的各位 應該看過前幾支滑雪的影片吧 他說他的飯店是停電的 嗨 各位 沒錯 我會摔倒我肋骨的原因就是因為 太胖了嗎 太胖應該會有脂肪保護吧 這裡好像沒什麼脂肪 不是啦 抓滑雪的時候做了一件很白特色 那你們也先看呢 我在骨科看完整時候的影片 因為呢 我在滑雪的時候啊 就是正面嘛 就是沒有做好這個跌倒的姿勢 所以直接摔到我這個胸口 然後呢 我剛剛去看醫生 因為我當下摔倒的時候很痛 就是 痛到就是說話也有一種 被壓抑的感覺 然後回來之後呢 開始有一個 呼吸也會痛啊 然後講話 甚至是 單純起身 只要用到會胸的地方 發力的地方 都會痛 那想說痛個一天應該會好 現在痛到第二天 不然照一下X光好了 看一下骨科 看一下醫生怎麼說 我斷了第三根跟第四根的樂體 這天怎麼會這樣 還好的是 就是 我沒有引發氣胸跟血胸 請問醫生 那這樣子我要做什麼 吃什麼藥或幹嘛的 他說沒有 回去好好休息 這很會好 因為我剛剛有看那個X光啊 醫生說不方便拍 他說就是我這邊是裂開 就斷掉有點裂開這樣 我看那個X光 就這邊兩根骨頭是有點斷掉裂開的 他說就是 自然就會好 只是 不痛 我就問醫生 那請問這會痛多久 一整個月 我會足足的痛一整個月 你現在看起來好像不痛啊 你看翹腳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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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各位講一下 肋骨痛 待會呢我們會上一些掩飾圖 那先跟大家說明原因喔 啊你去滑嘛 都沒有遇到我嘛 就是有看到我滑下來的時候 對我都在下面遇到你 就是有看到他躺在地上的時候 啊我的影片確實 大部分我在滑的時候 我都躺在地上 為什麼呢就是因為我 這邊剛好有帶那個 很常在影片中會看到我帶這個嗎 就是手機扣環 雪衣會整個包緊嘛 然後我的手機扣環會這樣子扣著 但我那時候帶的繩子是比較高的 所以他大概會在這個位置 我那時候就在想 我滑雪的時候 從口袋拿 那個手機我覺得很難拿 我覺得我直接這樣子 拍很方便 會比較快 對也比較好這樣子長進 手機就再丟回去就不用再 拉開放進去 這是一個錯誤的決定 超級白癡 首先呢先跟大家講有沒有業配 如果犀牛盾 你看到這隻了 你想要業配了 你覺得 你們手機殼真的很堅硬嗎 沒錯 我用的是這個跟寶可夢聯名的 犀牛盾的手機殼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說 跌倒然後被手機插到 然後你肋骨就斷掉了 是嗎 對 你前面講那麼多 你就是要講這樣 對 我想說你怎麼爬 會爬到肋骨斷掉耶 你在滑雪托裡 其實很少會是這樣子往前倒的 大部分的時間你都是 往後滑開 左右兩邊側邊 看著往前 一開始我們不是在秒場滑雪嗎 秒場滑雪的時候 我們剛好是大雪完的第一天 所以你其實往前鋪 而往後鋪 那時候我的手機一樣放在這裡 完全沒事 因為雪很厚啊 你就是噗 啊沒怎樣 秒場滑完之後經濟到哪時 下雨 那個雪被浪的少 其實就接近冰的狀況 然後 我剛好在練習 那個Aston 從正轉背 背轉正 那我在煞車的時候 那個積雪剛好卡在我們雪板的正前方 你速度很快 我體重就中 嗚嗚 然後就會 卡到雪 沒注意到 你就往前 然後就一撲 但是基於上一次的跌倒體驗 不會痛的 所以你也沒有 會有那個慣性想說 啊要去撐或是幹嘛 大家千萬倒的時候呢 不要放手撐 因為這樣子就會跟大毛一樣斷手 就是大家滑雪的時候 跌倒的時候應該是要這樣子 對 不是像我這樣子 或者是 胸膛擂 對對對 但是最好的話呢 還是 往後打 說不定像我剛剛那樣的情況 但它是什麼感覺 我跟你講 當下超級 不能呼吸 胸口很痛 我連講話都會變成說 因為教練就問說 阿信你還好嗎 欸 好 有點痛 那我就坐在那裡 就是開始 腦子不能在想 我手機又怎樣嗎 跟他說 沒事 手機都摔沒事了 那我肋骨太可能會斷吧 那時候就 我手機嗑到我胸超痛的 倒下去的瞬間應該是這樣 這樣子 就是你多了一層去壓它 哇犀牛盾 硬 很硬啊 因為其實那時候真的超級不舒服 可是我又覺得 難得來 我這輩子從小到大 沒有骨頭斷掉過的經驗 所以你也不知道你骨頭斷掉 我也不知道這叫骨頭斷掉 就想說 不行啦 也才跌這一次 也就跌倒嘛 幫我們繼續 所以又繼續練習了 然後繼續練習之後 也有倒一次 我就跟尤奈說 我這個手機真的好痛喔 她就說 不要你不要再把手機放在那裡了 放回去口袋 放回去口袋 我放回去口袋的時候 還是再跌了一次 就是尤奈的時候就是 喔沒差啦 我這樣子又比較方便 你又繼續掛在胸前 想說不會 不會不可能再跌一遍 我跌兩次嗎 對你跌兩次 我這樣子摔是兩次嗎 不是一次嗎 所以她第一次其實會不會沒有斷 有可能第一次只是很痛耶 對 但她皮 原來我有兩次嗎 然後第二次斷掉 尤奈收的會沒錯 因為她幫我紀錄的人 她在旁邊看的人 我可能真的把手機放在那邊 摔了第二次 還有一次是沒有手機的時候也摔 所以我總計前倒摔了三次 會不會本來真的沒斷 然後是被你摔到斷掉 不聽尤奈言 骨頭斷在前 哇 耶 需要的就是第一個 不要在滑雪的時候把手機殼放在胸前 以及 假設你今天去參與滑雪這個活動 就有一定的風險會受傷 你要評估好你的保護措施 任何任何的情況都要做得非常的好 在運動前的拉筋 然後是護具什麼的 能帶就帶 那為什麼會導致我最後會覺得自己是骨頭斷呢 是因為那時候在哪時休息的時候 我覺得太嚴重了 現在已經大概過了快半個月了 現在是沒有太多的問題 但是我那時候是嚴重的譬如說 我在飯店這樣爬 光這樣子起來 用腹部加胸口量 這樣子起來 這裡就會痛很痛超級痛 任何你會用到譬如說你稍微 胸的 展胸 展開多一點 你不用示範那種 剛開始初級更嚴重的是 就是還沒去看醫生之前 我連講話大聲 提胸的這個運動有拉到一點 都會 很痛超痛 坐飛機的時候 飛機一上空 然後上身的時候 其實也會痛 但是因為我們那時候睡很少 然後趕車 所以我其實就是在睡 可是 痛就想說算了 就痛 因為其實我是一個蠻能忍痛的人 睡意大於痛覺 我知道你很會忍痛 就是落散那時候你不會忍很久 摩羯坐的就是會忍耐 用在這裡睡吧 如果你有想要什麼星座小教室 我們可以請地區開一個 最後呢 導致我要去看骨科的原因是因為 真的太痛了 痛到生活有點沒有辦法治理 你任何的起身 動 左右動 都會讓這裡超級無敵痛 好可怕喔 而且必須跟大家講 更倒楣的是 我在看完醫生之後啊 我得了流行性感冒 我咳爛 黑流嗎 不是就是普通感冒 但是近期的普通感冒都是那種 咳嗽 咳很久 很長 很像確診 但又不是確診 我現在咳嗽不會痛 但是 我那時候是 這樣就會痛 所以我那時候咳嗽就是 然後忍就是 輕輕咳 好痛 好痛 我可以理解 那就跟你可能 前一天晚上坐仰霧起坐 然後結果你隔天咳走 然後對 或者不小心笑 對笑也不行 然後打噴嚏 也不行 總之呢 在這邊呢 分享我的經驗給大家啦 不要 沒事的把 很堅硬的手機殼 或是手機放在自己的胸前 你在滑雪的時候 或者是從事任何的運動 我建議都不要 那最後呢 我們還是要感謝地區陪我 聽完這段故事 以及 滑雪重爐者 OK那就是這一次呢 阿進的年初最衰的事情 肺骨斷 記得再去看我們滑雪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阿你 你斷掉的地方 我如果摸摸的出來斷掉嗎 可能會 感覺是比較腫而已 這邊比較腫 好像有大顆一點 沒有在這邊 爽給摸的 斷